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 愿上帝赐福给天下的母亲身体健康 出入平安 一切顺利 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母亲的使命 就是玛利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片段 伟大的母爱源于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就存在在这个大自然之间 我们看到了这个小路要过河 这个时候好可怕,有鳄鱼要来,要吃它了 这时候妈妈看到了,哎呀赶快来救这个小路啊 怎么来救它呢 就是让这个鳄鱼呢,把它自己吃掉了,哎呀 那么这样子呢,他的小路呢,就有时间呢,逃到这个岸上去 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在是很感人的一个片段 母爱的伟大 母鹿把自己的身体牺牲了 就为了呢,让他的孩子小鹿呢,能够过河 今天我们看到天下的母亲,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愿 情愿牺牲自己,也要把他的孩子们呢,抚养长大 而且最重要是避开一切的危险,能够顺利的过河 啊,情愿自己牺牲啊,也要让下一代自己的儿女呢,能够成功 能够渡过一切的难关,避开一切的危险 我们来看呢,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承担了更伟大的使命 因为他所怀的孩子是上帝的独生子 这个独生子要承担人类的罪,要成就上帝的救恩 这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使命 大家想一想,玛利亚身为上帝独生子的母亲啊 他所承担的这个重担是非常的大,压力也是非常的大的 这里呢,有一个图,这个图呢,是我在以色列 耶路撒冷呢,那里呢,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一个坟墓 一个教堂,这个圣母堂里面呢,就是玛利亚就埋葬在这个地方 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雕刻像在这里 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很多游客到这里呢,只是看了这个坟墓 但是却没有留意呢,他旁边的墙上的这幅画 那这幅画就非常重要了 在这里呢,大家没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的话 那么我就把耶路撒冷所看见的,所照下来的照片呢 那和大家分享 那大家注意呢,这幅画上面呢 这个坟墓,躺着的是玛利亚,在里面呢 这是个雕刻像呢 那么在这个画上呢,反映出呢 这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死了,安息了 但是呢,我们看到旁边呢 这是耶稣,这是他的儿子耶稣 我们一般呢,在教堂会看见耶稣的雕像 也会看见玛利亚的雕像 往往是呢,圣母玛利亚呢,是抱着一个婴儿 对不对 那那个婴儿,我们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耶稣 那个女的一定是玛利亚 但是在这里呢 全世界只有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一个图 是耶稣抱着一个娃娃 这个是谁呢? 是他的母亲玛利亚 这非常独特了 这幅图让我们看见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虽然在地上 母亲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 在这地上又是人的儿子 人子 是玛利亚的儿子 但是在天上 玛利亚却是神的女儿 神的孩子 在耶稣的怀抱之中 在耶稣的怀抱之中 可见耶稣在地上是人子 但是在天上呢 就是父神了 是神的独生子 到了天上的是神 那么在天上呢 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 但却又是创造主 那玛利亚在地上是他的生生之母 但是呢 到天上呢 他却又是神的儿女 在耶稣的怀抱之中 所以大家仔细看啊 这个图是非常的独特 也非常的重要 好我们现在呢 有七方面来和大家分享耶稣母亲的使命 其实每一点都可以成为一篇讲道 我曾经也在教会讲过这七篇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很简单的 从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来看耶稣母亲的玛利亚 这个使命是什么 第一点呢 玛利亚她承受了未婚怀孕的羞辱 这不容易啊 圣经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在下面 她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她丈夫的 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 想要暗暗的把她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 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约瑟醒了 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等她生了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 借着圣灵感孕 怀孕生子 是在她还没有结婚之前 她已经许配了给她的未婚夫 约瑟 但是还没有迎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上帝拣选她 让她怀孕 生下上帝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来证明她所怀的这个婴儿 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来 不是借着人的血气 没有人的遗传 完全是道成了肉身 神的话神的智慧 然后再加上神的大能 接着圣灵 产生了这个胎儿 这是一个神迹 一个童真女 没有经过结婚 她就怀孕了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对于她来讲呢 在当时的中东呢 一个少女 未婚就怀了孕的话 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呢 她一定是呢 跟别的男人呢 不轨 失身子 严重的 这是要拿石头打死的 这是可能是淫乱 所以 就说我不要再娶她了 你想想看 玛利亚她怀孕 她凭着信心 接受了这样这么大的一个使命 她要承受众人对她的羞辱 最重要的就是 约瑟 约瑟都想黯黯的把她修了 所以感谢神 神呢 在梦中向约瑟显现 警告她 安慰她 告诉她 不要怕 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为呢 她所怀的 不是从淫乱来的 不是从第三者来的 是从圣灵而来 是神来的 是神圣的 是神的旨意 神的拣选 让她生一个儿子 起名叫耶稣 因为呢 这是一个救世主要来到 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最后里面救出来 那今天我们看到 约瑟是一个义人 她的确呢 顺从神的吩咐 在这个梦当中 她知道了神的旨意 她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呢 娶过来 没有跟她同房 然后呢 让她生下了这个耶稣 这就是 玛利亚她 要承担的第一个使命啊 不简单 要很 很有信心的 忍耐 来接受 这个未婚怀孕的羞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玛利亚踏上了回乡生产的旅程 发生什么事呢 当她怀孕要生产的时候 当时呢 当那些日子 凯撒 奥古斯都 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 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衡 因她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她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以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在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殿里没有地方 我们又看到呢 玛利亚的第二个使命 就是要平平安安的 顺顺利利的 把神的儿子 独生子 耶稣基督 降生下来 生下来 那么正要在临产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 就是当时的罗马皇帝有旨意 下令了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策 就是人口登记啊 户口调查啊 这个很麻烦了 为什么 因为约瑟他是大卫的子孙 那么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身在伯利亨 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 就是要证明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王的这个血统 所以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 就是要再一次的证明耶稣 他是从大卫的这个后裔 是王的后裔 要应验旧约圣经 神对犹太人的应许 神对大卫的应许 神的拣选 所以呢 要在玛利亚生孩子之前 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报名上策 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 这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一个怀孕的孕妇 最好是什么 平平安安的等着生产 待产 我妻子要怀孕的时候 我就把她安排在医院的附近 那么随时要生的话 到医院就很近了 很方便很快 免得到时候了 哎呀 要临产的时候 叫车车不来 叫人人不来 去医院要好远 就糟糕了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讲 一个孕妇要怀胎 要生孩子 要临产呢 我们当然是希望怎么样 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最好不要旅行 周居劳动 但是因为这个皇帝有旨意下来 要报名上策 那么 玛利亚呢 她又住在拿撒勒 跟那约瑟他们都是住在拿撒勒 那么他们呢 从拿撒勒这个地方 要到耶路撒冷 要到耶路撒冷旁边的这个伯利痕 这样呢 好一段的 好长的一个历程 路程 要赶路的 要赶时间 好辛苦 因为呢 如果他们 还没走到伯利恒 这孩子生下来了 糟糕 你报名上策的时候 你登记 那么耶稣就不是生在 大卫城了 不是生在伯利恒了 不是生在这个 王的这个血统了 那怎么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弥赛亚 是生在伯利恒的呢 是不是 所以呢 他必须要为了圣经的预言 然后再加上王的这个旨意 啊辛苦了 这一段回乡生产的旅程啊 啊这约瑟也紧张得不得了 结果到了这个伯利恒呢 没有客栈 所有的客栈都满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呢 应该是在祝彭节的时候 犹太人都在过节期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朝圣的 这些圣徒 他们也要到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住满了 那就住到伯利恒去 那伯利恒现在也住满了 所以呢 玛利亚和约瑟只好怎么样 在马朝里面非常的紧张 很狼狈的样子 就把这孩子呢 生在马朝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 玛利亚所要承担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使命啊 很不简单 中间不能难产 不能有意外 不能有问题的 这就是母亲的伟大 第三 玛利亚逃往埃及避难的历程 他们去了以后 就博士了 几个博士来 来朝拜耶稣 然后呢 他们回去以后呢 那么 有主的使者呢 就向约瑟梦中显现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 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于是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 这是要应验 主见先知所说的话 说我从埃及 招出我的儿子来 希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使者 在埃及 向约瑟梦中显现说 起来带着小孩子 和他母亲 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 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 把小孩子 和他母亲 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 亚基佬接着他父亲 希律做了犹太王 就怕往那里去 又在梦中 被主指示 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里 这是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所以我们看到 孩子生下来了 但是希律要杀孩子 所以 玛利亚和约瑟 因着在梦中神的指示 他们就逃往了埃及 逃到埃及去 等到希律死了 然后神再叫他们回老家 那么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圣经的预言 预言要应验 神要把神的独生子 从埃及里面造出来 这是一个经历 是回顾犹太人出埃及的这个经历 上帝也是这样子的 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有出埃及记 那么现在耶稣 他也是需要经过这样子的经历程 要应验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 那么 玛利亚和约瑟 好不容易走到这个玛利亚 把孩子生下来了 没多久 又要开始逃难 要逃避这个希律王的追杀 所以要逃往埃及 走这样子的一个避难的一个历程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看到呢 这就是玛利亚的一个使命 要保护他的孩子 不要受到希律王的追杀 然后呢 要走一个很漫长的历程 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距离 比去埃及还要短 从伯利恒要到埃及那好远啊 所以他们要走好远的一个历程 走到埃及去 然后在那里等候 这个希律王被杀了以后 死了安全以后呢 他才在把这个孩子呢 带回自己的本乡 所以我们说孟母有三千啊 我们中国古人 是吧 就为了孩子的教育 为了孩子的成长 那么玛利亚和约瑟 他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还有为了圣经的预言 我们看到 要经历这么难的 他们又不是很富有 就要一直奔波 直到回到他自己的地方 回到拿撒勒为止 第四 玛利亚返回圣城 寻止的见证 那么到了耶稣十二岁了 长大了 发生了一件事 这事情呢就是在逾越节 每年到逾越节 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节 每年到逾越节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旗的规矩上去 手满了节旗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 人就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入城 就在亲族和熟视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殿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王儿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我父亲和我 你父亲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捅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圣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在这里我们看到呢 他们每一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节 过逾越节 那么 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又带着耶稣呢 上到耶路撒冷 那么犹太人呢 在十二岁的时候呢 需要去拷问 拷问一些问题 有这些拉比 然后就看他是不是成熟 心智成熟了 对于圣经的话 问答如流 这样子呢 他们就有一个仪式很简单的 叫Bamitzpah 让这个孩子呢 十二岁就等于是成人了 所以呢 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 按着节旗的规矩上去 守满节旗 我相信呢 他们可能就是要行这个成人礼 让耶稣呢 回答所有的问题 成人了 那么这个 节过了 礼也行完了 要回去的时候呢 突然间失散了 耶稣呢怎么样 他并没有跟着父母走 他还留在耶路撒冷 在哪里呢 在圣殿里 那么这父母呢 就非常的紧张 以为呢 耶稣呢 在同行人的当中呢 所以呢 就很着急了 就在亲族和熟识人中间去找 都找不到 最后呢 回到耶路撒冷呢 在走了一天的路程 那好长的时间了 到第三天呢 才在圣殿里面呢 找到耶稣 所以在这三天 这个也是一个预表是 对于玛利亚来讲 她的孩子 失去了 第三天找到了 这代表什么 失而复得 就是预表了耶稣死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玛利亚是最早经历到耶稣失去 又得到的这个经历 这个是很不容易做母亲就知道 孩子走丢了 而且她不小了 十二岁了 所以呢 这十二岁的时候 这父母啊 父母啊非常的着急 结果呢 第三天以后发现耶稣在圣殿里头 跟那一些的教师 拉比 在那里应对 而且呢 他们都吸取耶稣的聪明和应对 那么耶稣在那里 是要追求 跟大人有一些 信仰上问题的一个探讨 那 玛利亚 就问耶稣了 为什么这样 像我们这样行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们真的是伤心的来找你 但耶稣讲的话很特别 他说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耶稣讲这个我父 这个父呢 就是指天上的父了 不只是指这个 你父亲呢 这个约瑟了 他是神的儿子 独生子 神的独生子 神呢 是他的天父了 在天上的父亲了 他是 他是圣子啊 圣父的事情啊 是什么事情 是圣殿里面的事情 所以 他等于是代表着圣父来 来 询问 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些祭司啊 这些拉比啊 想要了解一下圣殿的情况 了解犹太人他们属灵的情况 十二岁啊 耶稣只有十二岁 他就已经呢 以父的事为念了 怪不得 玛利亚和约瑟啊 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 所以他们不明白啊 那么当然啊 耶稣还是很听从父母的话啊 很孝顺 就顺从他们啊 那么 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 玛利亚呢 就觉得这个好事 这个事情好特别 耶稣讲的话也是很独特 他就摆在心中 所以这个寻找孩子的 这个是一个见证 看到了 原来他所生下的这个独生子 耶稣基督 他有他的使命 他要遵从天父的使命 所以玛利亚 他也要怎么样 要顺从天父的旨意 来呢 让这个孩子长大 智慧和生量 都能够成长 让神和人都喜爱他 那这是玛利亚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使命啊 要把耶稣抚养 长大成人 好了 到了耶稣长大了 出来传道了 第五 玛利亚要求耶稣变久的神迹 那有一天 这里约翰福音记载第三天 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 第三天 在加利利的加拿有取亲的言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们门徒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用 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捷径的规矩 有六口十缸摆在那里 每一口可以剩两三桶水 耶稣对用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颜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颜席的尝了那水便的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颜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的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的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我们看到耶稣长大了 有一天耶稣去参加他母亲 说这个朋友所举办的一个婚宴 那么相信耶稣的母亲可能是要管理 关于这个研习方面的火石啊 或者是酒啊 所以呢 当这个研习 酒用完了 没有酒的时候呢 有酒用用尽的时候呢 耶稣的母亲呢 就很紧张了 就跑来 对耶稣说 他们没有酒了 这意思是什么呀 就是儿子啊 想想办法啊 这个是我的朋友的一个婚宴啊 我是要看着他们 这个所有的这个研习啊 都要很顺利的举行啊 酒没有了怎么办呢 儿子想想办法吧 言下之意是什么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能够行神迹呢 现在时候到了 机会来了 行个神迹啊 所以耶稣呢 就对他母亲啊 玛利亚 他说呢 母亲啊 这我们翻译了 原文就是妇人啊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呢 我们要再解释了 不是说 你关我什么事啊 我跟你有何干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是很客气的 是妇人 应该是说母亲的吧 他不是这样讲 他说妇人啊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现在希望我去行一个神迹 那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我时候还没到啊 所以呢 就是 你与我什么相干的意思是说 我是听从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听从人的旨意 虽然你是我的母亲 但是你还是地上的一位姐妹 一位妇人 一位妇人 我必须要遵从上帝的旨意 是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 玛利亚很有智慧 马上就听明白了她儿子的话 她母亲就对佣人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玛利亚呢 她把这一件事情交给天父了 啊 反正我有这个需要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 交给孩子 啊 那么 你自己做决定吧 看着办 你行神迹你就行 不行神迹也无所谓 啊 那么 玛利亚就是 对这个佣人有个交代 如果我的孩子告诉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照着她吩咐她叫怎么做就怎么做 换句话说呢 玛利亚还是很有信心的 啊 虽然耶稣讲了这样子的话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但是玛利亚呢 她 把儿子的事情 把这个婚宴没有酒的这事情 交给上帝 啊 然后呢 她把这个怎么样行 怎么样做的事情交给佣人 她自己不烦恼了 这就是祷告 这就是交托 我们今天有很多做母亲的很烦恼 因为呢 我们想24小时的像这个监视 这个壁录电视一样一直监视你的孩子 不可能的 啊 我们要学会交托 把你的孩子交给上帝 啊 把你的事情交给上帝 你有需要祷告 讲完以后就交托 凭信心交托 而不要一直在盯着 所以我们看到 玛利亚 她有困难有需要 她把这事情告诉耶稣以后 她就交给上帝 交托给耶稣了 啊 然后就吩咐用人 我把这事情交给你们了 啊 你们 你们看着办 耶稣叫你做什么 你就照着耶稣去做 啊 这就是她的信心 她要完成上帝的使命 结果呢 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呢 有六口石缸在门口的 所以呢 耶稣呢 就对用人说呢 把这石缸呢倒满了水 然后呢 啊 在吩咐人把他咬出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酒了 就发生了神迹了 而且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也是她母亲 在这个婚宴当中 啊 让耶稣有这样的机会呢 行了这样的神迹 留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所以我们看见呢 玛利亚 她的使命 是让孩子长大 而且能够呢 走向侍奉神的道路 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机会 她把这事情交给主 那么耶稣呢 她就衡量以后 她也 行了 头一件神迹 让这件事情 成为一个见证 因为耶稣看见了她的母亲 玛利亚的信心 顺服 所以耶稣呢 哎 时候没到 但是 因为你的信心的缘故 我现在 就照着你所做的 照着你所要求的 你所说的 我就来 吩咐用人 把谁 变成酒 啊 那这就是呢 第五 玛利亚的一个使命 让这个孩子 能够 不单单成长 长大为人 而且能够呢 走向侍奉神的道路 行头一件的神迹 第六 玛利亚在人群中 难与耶稣将相见了 现在呢 耶稣呢 开始侍奉了 开始传道了 好多的人群呢 跟随着耶稣啊 人来人往 耶稣行神迹其事 讲道 医病 赶鬼 啊 那么有一天呢 耶稣还对众人 说话的时候 马太福音十二章啊 四六节 不料他母亲和弟兄 站在外边 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啊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面 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那这一段呢 告诉我们呢 耶稣出来传道 好多的群众呢 跟随着耶稣 那么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呢 就 玛利亚 带着他的弟弟 耶稣的弟弟 来找耶稣 要与他说话 一定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否则呢 玛利亚呢 他不会呢 随便的呢 就 来 阻断了耶稣的 讲道 对不对 耶稣呢 每天非常忙碌的 在侍奉 在医病赶鬼 在传道 一大堆的群众呢 周围 围绕着他的 所以呢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玛利亚是不会来找耶稣的 那么 现在呢 他的弟弟 耶稣的弟弟们 还有玛利亚 就是家人 现在呢 来找耶稣 要跟耶稣说话 那么 耶稣呢 听到有人说 你的母亲啊 还有你的弟弟呢 都来了 但是耶稣却说什么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弟兄 好像好奇怪 难道说耶稣不认他们吗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耶稣是机会教育啊 借着这个机会 来 又一个信息出来了 什么信息呢 就是 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我的 母亲啊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耶稣就指着周围的人 你是我的弟兄 你是我的母亲 凡遵行我天父旨义的 就是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我的母亲了 耶稣意思是什么 虽然 我的母亲 我的弟弟 来找我 我在地上有个家庭 家人 但是在天上 我是听从天父旨义的 那么你们 如果遵行天父旨义的话 你们就是我的弟兄 就是我的姐妹 就是我的母亲 换句话说呢 凡是遵行天父旨义的 都是神的儿女 凡是神的儿女的 我们就是兄弟姐妹了 所以 耶稣把一个教会的观念 带出来了 耶稣虽然有自己 一个亲生的母亲 玛利亚在那里 还有弟弟 对不对 但是呢 耶稣借着这个机会 告诉大家呢 我是神的儿子 你们要遵行天父旨义的话 那么 大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都是一家人 就是教会了 所以呢 这个很不容易 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 就是很辛苦了 为什么 他要寻找他的儿子 有事情找他 不是重要的事情 不会这样来找他的 是有重要事情 但是耶稣被群众 在人群当中 群众呢 围着耶稣 耶稣正在讲道 所以耶稣要 玛利亚要跟他的儿子 耶稣要相见 要讲的话 都不容易啊 这个是呢 玛利亚的使命 他必须怎么样 要让耶稣 顺顺利利的来传神的道 就算是他来找他的时候 耶稣还要借着这样的机会 又讲了一篇信息 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凡是遵行天父旨义的 都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所以 玛利亚 他也要忍耐 也要顺服 也要学习 知道呢 他儿子 是真的是神的旨义 神的儿子 要遵行天父旨义的 最后 玛利亚在十字架下 分担耶稣的痛苦 走到最后一步呢 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说白头人送黑头人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 并 葛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波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耶稣在十字架下的时候 大部分门徒都走了 只有约翰 约翰在十字架下守着 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呢 看到他的母亲 然后又看到他的门徒约翰 耶稣呢 就对他的母亲说 母亲看啊 你的儿子 这是指谁呢 是指约翰 看你的儿子 看你的儿子 不是看十字架上的这个 十字架上这个呢 是神的儿子 哈 而且呢 是担当世人罪恶的 要死了 要走了 那么现在呢 耶稣把他的母亲 交在他的门徒 约翰的手中 所以叫母亲来看他的儿子 这个约翰代替了耶稣了 然后呢 又对门徒 那门徒就指约翰 对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啊 你的母亲谁呢 就是玛利亚 所以我们看到呢 耶稣在这里 借着他的母亲 玛利亚和他的门徒约翰 让我们看见 教会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儿子 这样子的话 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血缘 但是借着耶稣的宝血 他们成为一家人 一个母亲 一个儿子 这是变成主内的弟兄姐妹 主内的母亲 主内的儿子 那么这个是 耶稣在定十字架上的时候 最大的痛苦 就是要担当众人的罪 人的恶 但是呢 最大安慰 是他的母亲 在十字架下守着他 还有他的门徒 在这里 也等候着 看望着耶稣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把这么一个伟大的道理 凡尊负我天父旨意的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就在这个时候 把教会的本质 就是尊行天父旨意 在爱 神的爱里头 虽然不是一个同一个血缘的 但是今天应该神的道 神的爱 成为一家人 成为我的母亲 成为我的儿子 所以 这是对耶稣来讲 是很大的安慰 因为他的工作成就了 把这个使命交托给玛利亚 交托给约翰 所以玛利亚在这里 分担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 也借着耶稣的神那里来的爱 来接纳约翰成为他的儿子 而约翰因为耶稣的舍己 耶稣的大爱 看见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爱 他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 接回到家里去了 就把他接回到家里去了 就把他接回到家里去了 各位弟兄姐妹 玛利亚他的一生 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 从童真女怀孕到把孩子生下来 把这孩子抚养长大 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失散了 把孩子又找回来 事而复得 然后到耶稣 要传道的时候 行的第一件神迹 就是在一个婚宴里头把水变成酒 也是在玛利亚主持 在负责这个婚宴的 宴席的当中 顺服神的旨意 让这件事情成就 然后在耶稣传道的时候 玛利亚和他的儿女们来找耶稣 让耶稣又借着这样的机会 把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凡尊服上帝旨意的 就是神的儿女了 就是神的一家的人了 那么玛利亚就把这样的一个使命 借着耶稣 他把他一生的目标 他完成成就了 直到他的儿子 但是耶稣基督要死的时候 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是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 把约翰接到他的家里 把约翰接纳成为他的儿子 然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去 来供养他 虽然痛苦 但是玛利亚知道 他所生的这个独生儿子 是上帝的独生子 上帝的旨意成就了 十字架的救恩完成了 虽然是一个痛苦的道路 在肉身上 在情感上 是经历极大的痛苦 但是因为神的爱 因为约翰他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因为这个使命 成就成就了人类的救恩的伟大的计划 这伟大的救恩 是借着玛利亚来成就的 所以我们都要纪念天下的母亲 在天下的母亲当中 我们也要思念感恩 因为玛利亚的爱 玛利亚的舍己 玛利亚的这个牺牲 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顺利的来到这世界 也完成了救恩的使命 这个使命 也是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的一个使命 这个使命就成就了 各位弟兄姐妹 你的使命是什么 神对你要完成的使命 你有去遵行吗 无论你是身为母亲的 还是身为儿女的 上帝对你都有计划 都有一个使命要完成 但愿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 学习到他在神面前要完成的使命 而我们今天也能够找到神 所交托给我们使命 用我们一生来完成 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 愿上帝赐福给你